你再留意一下里面有什么感受 当你留意的时候你发觉里面是有爱的 你留意的时候是里面有平安有轻散 有感动有释放也都有喜乐的 有很多人越来越尽心的 那你怎样可以经历呢 就是你有这个信心 所以你祈祷的时候不要说 先看看什么反应 先看看身体会怎样跌 就是你不要追求身体的跌 有的这是欢迎的 但是你所追求的就是你的心灵里面感激神 你都每一次祈祷你 耶稣我知道你很爱我 就像若勇那样说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你都可以说耶稣是很爱我的 我是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来的 就是有这个信心 当你祈祷的时候我自己发觉 当你想着耶稣爱你 你会容易感受到耶稣的爱 很简单我讲一个例子 你妈妈或者有个好好的朋友对你好好 她送一样东西给你吃 或者送一张卡给你 或者买些什么送给你 当你收到礼物的时候 譬如你妈妈送了个MP3机给你 假折一下 可能你说 妈妈我已经有个了 你又不知道 那你这样想的时候 或者你说 我想要是那个朋友 那个比较好一点 那个比较好一点 这一架不够那么漂亮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收到个礼物 你不觉得一回事 或者你妈妈煮了送 你不觉得一回事 但如果你坐完牢 然后你妈妈煮了送给你 哇怎么这么好吃 你会感激多很多 当你存到感激心的时候 无论别人所做的 是有多少 他写一张卡给你 或者是跟你说一句说话 或者是一个微笑 你会欣赏 我时时都欣赏别人的微笑 我希望你们坐在那里 都会向我微笑一下 不要给我看这样的表情 会微笑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是不微笑的 我看到有些人 我跟他们招呼 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当我见到一个微笑的时候 我是觉得安慰的 即是我觉得 这个人是接流 我是很感激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即是我们做在人身上的事 是好的 人家做在你身上 你都感激他 即是无论哪个人做了什么事 Karen会突然请我们吃pizza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即是他会想到 我做一件事去祝福你们 令到你们开心 那你心里面要感激 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 但我都会感激这个人所做的 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 你跟神的关系 你就会看到神的爱 为什么我经常都说 耶稣很爱我 不只是我心里做 耶稣真的很爱我们 就是创造万物 我经常都看那些 有些动物的视频 我很喜欢看的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看到神的创造 我周围看的花草树木 我看到神的创造 每一个月我都感受到神的爱 我就感谢耶稣 我曾经上了一堂 那堂是什么呢 是聆听神的声音 第一堂你会做什么呢 他带着我去走 在神律院周围走 一个圈 他就说 其实神说话 不只是当你疲惫的时候 当你看看大自然 神都跟你说话 当你在那里走大自然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种很平安很舒服的感觉 可能你现在看不到那些花草树木 但是你可以想象 当你走在一个很漂亮的环境的时候 是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来到你身上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爱 所以你什么时候祈祷 耶稣我多谢你 你为我钉十字架 多谢你为我受鞭打 受这么大的刑罚来救我 这个心里感激 那无论耶稣为你做什么事 你都会很感激 当你祈祷的时候 你都会感受到神的爱 在圣参的时候也是 圣参有些人 很多人没有经历按手祈祷 没有经历像我们那样大的能力 但在圣参的时候 他会感受很大的神的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想到耶稣为我们担死 所以我希望大家 经常都会相信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就是我们真是耶稣所爱 耶稣关心我们 不单只关心我们上天堂 也关心他妈妈 但他尊重他妈妈 他就不只是说 约翰你照顾我妈妈 他就是说 母亲 就是给了权并先 你是先的 不是好像要求约翰的批准 是母亲看你的儿子 这个是你的儿子 就是他把他交给约翰去照顾 就是专敬他妈妈在先的 那我们也是 对父母有专敬 很多学生 很多年轻的 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 嗯 知道了 或者表情 很不喜欢这样的表情 这个已经是说了很多话 你知道审判的仇 要全部都封出来的 那你说是我妈妈先猛烈的 妈妈很临沉的 妈妈临沉 妈妈猛烈 妈妈都要 将来审判的时候 要供出来 那你都希望妈妈 不要供出来的仇 很丑 对吧 你希望你能够对他好些 感动他 去相信耶稣 以至他不用审判 这些事情 而耶稣全赏了 但是我们也是 当时审判的时候 他就给你看看表情 你看看你的表情 当你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我们的表情 在我们看影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看过 哎呀 我的表情真的很肉酸 有没有试过看过 或者你在影片说话 为什么 我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表情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不喜欢 或者不愿目的表情 那些表情 你拍照也试过 有时候拍了 哎呀 拍了一幅相片 这么丑样 嘴巴歪了 或者怎么拍出来 表情 在吃东西 你会说原来这么肉酸 那 将来在审判的时候 也会显现出 我们怎样对人的表情 所以我们求指帮我们 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大影哲的界明 在十界里面 说到 你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即是带着影哲 当你孝敬父母 神就会祝福你 因为神喜欢人 祝福爱他的父母 于是他就答应 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 我就会祝福你 所以如果你发觉 我对父母是不好表情的 我对父母不好的 没有帮他的 没有爱他的 我希望你今天会悔改 好像耶稣 他会孝敬他妈妈 然后他对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这个是你妈妈 叫他去照顾他 然后第三句 就是说到这两个强道的反应 我们一起读读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三十九到四十三节 那同钉的两个凡人 有一个基子叫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集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属的相称 但这一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我所写的 你都一起读的 那个犯人知罪悔改 并求主纪念他 他有真信心 并对众人攻击主的时候 说话会为主 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 所以主应他可以得救 这两个犯人 一个基少 你不是基督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 他不知道他所说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罪人 他没有想到耶稣 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但他没有感激的心 他还基少他 所以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 你就自己救我 救你自己和救我 很多人对耶稣有这种攻击 我们有时候都会 耶稣为什么会有些事在我身上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呢 我希望大家会 当你有这种意念的时候 立刻清除 我知道人是会有的 我自己也会有的 有时候我会有些说话 突然间会去怀疑神的 我会立刻去处理 不会容许他的感觉存留在 所以如果你对耶稣有什么怀疑 立刻你要处理 如果你解决不了 你问我 因为我都想过 多数你的怀疑 我都想过 但是另一个 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 他自己是罪人 他是犯人 是一个受死刑的罪犯 但是他会懂得指责他 这个其中之一 就是当我们看到人犯罪 就是得罪神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为耶稣说话的 我们不一定要跟他吵架 譬如有人在公开的场合 他说到耶稣这些是假的 这些是骗人的 你可以很简单地跟他说 耶稣有很多证据是很真的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他慢慢谈 你可以回答他 你不需要跟他吵架 但是你显示出 你所信的是真实 甚至有时候老师 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呢 那时候我们有个同学 老师说 你谁还相信耶稣 在Yosep Berkeley 因为那里有很多老师 不相信耶稣 你谁还在这个时代 还会相信耶稣 你谁还在这个时代 那个教育 立刻举手 在他全班的面前 甚至老师有时候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